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到了白胡子议员的坚决反对 不过最后苏哥发现了白胡子议员的秘密 原来他也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好的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咯 诞生了一种机器 可以使人类摆脱无知的黑暗 故事开始 给到了老马这里 他在城里的酒馆喝多了没钱付账 苏哥前来赎他 酒馆的老板说 老马昨天晚上可威风了 不单单自己喝酒 还请了半个酒馆的人喝酒 苏哥把酒钱付了之后 上去看了宿醉的老马 此时的老马有点狼狈 人也喝糊涂了 鞋子也被人给偷了 那么平时严谨认真的老马 昨晚怎么会如此放纵自己呢 不要着急我们接着来看 苏哥把老马接上了马车 苏哥询问老马 有多久没有好好睡觉了 老马回答道 有好几个月了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剧情 就是老马自从被教会 判定有罪之后 他的家就被抄了 不但被抄 还被人放火给烧了 烧完之后在废墟上撒上盐 让他的家一根毛都长不出来 老马询问苏哥 自己家被抄的时候 自己的印刷机搞到什么地方去了 苏哥也不是很清楚 大概也是被烧了吧 此时老马拿出了 上集他找到的那张 唯独基督的画册说道 这个就是自己的印刷机印出来的 有人在使用这个机器 看来老马又多了一个身份了 他认识塞尔利亚城里的 各个达官显贵 甚至和主教都是朋友 他精通案件调查 会翻译其他国家的书籍 有自己的印刷设备 曾经印刷过除了天主教 以外其他教派的宣传材料 当时西班牙推崇的就是天主教 当苏哥和老马到家的时候 已经有士兵在门口等着他了 士兵告诉老马 我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随后老马和小八 就跟随士兵来到了河边 这就是上集结尾飘上岸的女尸 死者的身上带着半截木杵 老马经过一番查看之后 发现了几个问题 死者体内没有血液 说明他的血液被放干了 死者的下体和肩膀上 有贯穿的窟窿 这个女人的死法 和上集那个负伤的死法一样 老马还在死者的手上 发现了一座毛发 但是这个毛发不像是人类的 小八提醒老马 之前在腹上的工厂 有个工人说 是一个长毛的怪物 把腹上给劫走的 在调查完现场之后 老马决定去这个女人的家里看看 与此同时 在市政府的议会上 白胡子议员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他同意了光头官员 和苏哥的提议 不对城市进行封锁 同时光头官员也向市长保证 上人工会将承担 所有控制瘟疫带来的费用 说着说着 光头就感觉到头昏眼花 全身冒冷汗 一旁的众人赶紧上前 查看他是怎么了 但是当人们解开他衣领的时候 惊呆了 这货自己竟然也感染上了黑死病 这可把大家吓坏了 纷纷逃出了一回厅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钱和命 哪个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们来看看老马这边 他调查到了死者的身份 于是和小八聊到了死者的家里 女佣说 死者的父亲是一名船长 估计现在还在前往新大陆的船上呢 接着又带着老马参观了死者的房间 老马觉得很奇怪 按道理来说 以死者对教会的慷慨 他家里怎么连个祷告的圣像都没有呢 这时小八找到了 死者生前使用的一副扑克牌 这是一副带有作弊功能的牌 在调查的过程中 老马有点头晕 坐下来休息了一下 随后老马打听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是关于死者生前欠钱的事情 于是就赶到了酒吧 找到了死者生前的债主 死者生前曾经欠下这个人很大一笔钱 但是钱不久 却一下子全还清了 说着债主掏出来一枚硬币 他是用这种钱还自己的 接着在这枚硬币上滴上了柠檬汁 老马一看这个钱有问题 用的银子不纯 现在死无对症 这个债主也不想追究这些 全当用钱买了个教训 新的线索不能放 老的线索也要查 之前说过 老马发现那张印着 唯独基督的画册 是自己的印刷机印出来的 这说明自己的这个机器 还在运转没有被烧掉 于是他就通过黑市 找到了一个地下印刷厂 果然在这里看到了自己之前使用的机器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使用这个机器的人 是一个不识字的老汉 他只是受到了别人的雇佣 在这里干活的 雇佣他的人 他自己也没有见过 不过编写这些文字的人 自己知道他名字的拼写 莱德斯玛 大家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他会是很重要的人物 在临走时 老汉的妻子对着老马 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你为什么会失眠 只有死亡才能让你安心入睡 塞维利亚城里 由于光头光源 以身是法的行为 让那些感觉自己高高在上的 全市贵族瞬间慌了 之前还想着 趁着黑死病多捞一笔 现在立马同意政府封锁城市 沉溺的人们 纷纷趁着城门关闭之前 准备逃出城去 受到市民出逃影响的 还有黑衣姐 管家告诉黑衣姐 家里的纺织厂要多找点人 好多工人因为瘟疫都要出城了 您最好也出城多多去 黑衣姐对此并不在意 老娘就是投铁 说着无论上级 自己买回来的妓女的事情 这不自己的话还没话完 这个妓女就跑了 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管家说 听说她跑回妓院旁边 自己接客了 还被妓院的管理员给打了一顿 晚上的时候 黑衣姐和管家就去找到了这个妓女 此时她正在给一个顾客 用嘴巴挠痒痒 黑衣姐把妓女叫上了马车 看了下她的脖子 没有感染瘟疫 不过在发烧 要去医生那儿看一下 黑衣姐还问她 你这样私自接客 就不怕被教会给抓去坐牢吗 妓女当然怕 但是要掐饭的嘛 其实这里妓女一直以为黑衣姐是个拉拉 想要和自己摆合 在试探性的勾引了黑衣姐一下之后 黑衣姐有点生气的告诉她 等自己话话完了 就给她找份工作 很快 黑衣姐的话就结束了 黑衣姐把妓女带到了自己手下的纺织厂 让妓女到这里来工作 来学手艺 可场里的一个工头不愿意了 自己不想和一个妓女一起工作 黑衣姐则是很霸气的告诉场里所有的人 如果有人不想和她一起工作的 可以立马滚蛋 这里还透露了一个信息 黑衣姐的老公是老马的好友 也就是小八的身父 黑衣姐是小八的继母 不过现在她的老公已经死了 故事先回到老马这里 由于目前调查到的线索太过于凌乱 她想要去找主教汇报下情况 于是几个士兵就蒙住了老马的眼睛 把她带到了一个秘密房间 而在整个行走的过程 老马一直记着步数和周围自己触碰到的细节 终于老马在一个密室里见到了主教 主教告诉老马 这里存放着都是宗教法庭收缴的物品 这些物品中包括一些人体的器官标本之类的 主教告诉老马 几年前在各地教会里出现了一些关于新教的文本 接着 这些宣传新教的文本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 所有的文本都是由同一个人署名的 拉德斯玛 人们对于他宣传的新教义非常的感兴趣 称之为四大真理 第一就是唯独基督 说着主教拿出了一张唯独基督的画页 这张也正是老马手上的那张 老马看着画像 第一个死者负伤的死亡场景 像极了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 并且还有一个带有EVV的十字架 第二个唯独信心 这对应的就是第二个女死者 第三唯独恩典 人类只能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救赎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唯独圣经 主教问老马 你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封面和你为新教印的那部圣经的封面一模一样 这是目前自己知道所有关于莱德斯玛的信息了 老马也确定 最近的凶手是在根据四大真理来杀人的 现在还剩下两个人 主教说完就把老马送出了密室 看到这里大家就可能很糊涂了 这不是老马之前印的吗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里我们来给大家捋一下时间 首先老马在五年前 为新教印刷圣经被通缉 这个四大真理的画册就是出自他的印刷机 然后他的家就被教会给抄了 印刷机名义上被烧 其实被人藏了起来 老马也自此过上了逃亡的生活 在老马逃亡的这段时间 有署名叫莱德斯玛的人利用老马的印刷机 疯狂的印刷着自己编制的 关于新教四大真理的宣传单页 五年后老马回来了 而有人利用这四大真理的故事 在城里猎杀有钱有势的权贵 从主教这里出来之后 老马带着小八去找了自己另外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头是个插画师 但是他的左手被人砍掉了 通过两人对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 教会抄老马家的时候 发现了印刷圣经的人员名单 名单上很多人都逃了 插画师没拿得去逃走 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老马告诉他 自己已经把印刷机给找回来了 他想重新开始印刷 不过首先要找到莱德斯玛 插画师告诉老马 莱德斯玛不是一个真人名字 可能是一个笔名 老马想要知道更多的线索 但是遭到了插画师的拒绝 他想让老马离开塞维利亚 不要再参合到这里面去了 可老马怎么会死心呢 在离开插画师家之后 就一直蹲在他家外面监视着 果然没多久 插画师就跑了出来 老马他们跟了上去 不过这个巷子太多了 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但是出现在老马他们面前的 是一个两边挂有绿色夜灯的十字架 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 老马又看到了那个骷髅人 无法入眠的他又跑到酒馆去喝酒 还是老样子 勤了这里所有的人喝酒 等到他再次回家的时候 已经晕倒在大厅了 苏格发现了他 并把他送到老马的好友医生这里 医生给老马采用了 当时比较流行的放血看病法进行诊断 具体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里就不细说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通过种种迹象 最后得出了老马得了抑郁症 为了缓解老马的症状 医生给了老马一个阴素果子 让他回去慢慢服用 本集最后 苏格去找到了 已经患黑死病晚期的光头官员 为了在市政府议会上占有一席地位 苏格搞了一个贵族身份的证明 然后连哄带骗 以光头官员死后 替他好好保管家族财产和历史为理由 又是光头官员 把议会席位转给了自己 并且还顺便得到了他的家产 在光头官员死后 苏格立马清空了他的家 大家注意 苏格这里戴的是鸟嘴面具 本集还有一个分支的剧情 是关于小巴和给他老养人的妹子的 这个妹子的家人都死了 也就是第一集收黑死病人衣服的商贩 为了生活下去 妹子就去妓院做了妓女 但是妓院不收处女 于是他就去找了小巴 完成了成人仪式 本集结束 本集作为本剧的过渡剧集 把老马的身世交代清楚了 他是因为给新教印刷圣经 才会被天主教会给逮捕的 凡是参与这件事情的人都受到了牵连 黑死病正式在塞维利亚城传播开来 上集主张开放城市 使劲赚钱的光头官员竟然感染上了黑死病 在他临死前 苏格为了保住自己这方势力 在市政议会上的地位 哄骗光头官员把议会席位转让给了自己 顺便还接收了他的家产 那么在下集中 这个杀手接下来的两个杀人目标是谁呢 这个杀手和莱德斯玛有什么关系 这个莱德斯玛又是什么人呢 苏格针对城里的黑死病 他又会做出哪些动作呢 那就期待我们下集的黑死病咯 明天我们更新一期歌谈 后天我们来继续更新一本剧啊 好的 我是长工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点个收藏点个赞吧 我们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